大家好,欢迎来到小谷电影解说的频道,在影片开始前,如果你喜欢类似影片类型,不要忘了订阅频道,开启小铃铛,才不会错过新影片哦。 周银芝告诉谢威这件事,她当然不会说出去,可薛远已经对她产生怀疑,今天还差点要了她的命听了周银芝的话,谢威一下子就看出她是想借自己的手,解除新五位的后顾之忧, 于是就提醒她不要在自己面前耍小心思,定国公的事自己可以帮她解决,周银芝离开以后,谢威担心张哲一旦露出破绽,江雪宁就会有危险可见书却提醒她,通州那边眼看就要下雪了如果这时候去通州,她的身体肯定吃不消但谢威不顾见书的反对,依然决定去通州就江雪宁,第二天谢威去见皇上定国公正在向皇上汇报, 昨晚叛党结狱的事,看到男主近来还很嚣张的让她回避,皇上却站起来告诉薛远,叛党结狱之事其实是她和谢威计划的一部分,谢威主动请英要带通州的燕家军去捉拿叛党, 因为在此之前皇上和谢威的计划是,让薛远带兵前往等薛远离开以后,谢威便向皇上解释她之所以主动前去, 就是不想让燕家军的兵权落入定国公之手,定国公回到府中气得一脚将火炉踢翻,他没有想到他刚把燕末父子打败,皇上又整出一个谢威来对付他, 但他转念一想谢威作为一个文弱书生,对带兵打仗之事肯定一窍不通,他猜测的果然没错,皇上很快下了一道圣旨, 让他带着新武卫配合谢威评判,在赶往通州之前谢威先去了趟江府,让江天游先设法给江雪宁打个掩护, 以免有人发现江雪宁失踪,江雪宁或张哲跟着皇前等人,先来到平南王的一个据点, 那里有一个叫三娘的女人,三娘看了一下江雪宁耳朵上的耳孔,一下子就发现她是女儿身张哲就向他们解释, 江雪宁是她的妹妹,为了打消他们的怀疑江雪宁或张哲还选择住在同一个房间, 江雪宁看着身边的张哲就想到了她的前世,当叛军杀过来的时候张哲拼命保护她, 结果腿部受伤,两个人在逃难的时候,也曾面临这样的问题, 那晚天气寒冷,她想让张哲留在房间里,可张哲坚持到房间外面守着, 因为尊备有别,连江雪宁喝过的水她都不去触碰, 可这一事张哲不仅留在房间里,让江雪宁依偎在她肩头睡觉, 还主动给她整理了凌乱的头发,看到给江雪宁喝水的碗脏了, 她先把碗刷干净,才递到江雪宁手中,江雪宁喝了两口, 把碗递过来让她喝,她毫不犹豫就一饮而尽, 在叛军之中,谢威安排了一个叫小宝的少年, 给她传递消息等她追过来以后, 看了小宝留下的信才知道冯明宇对张哲产生了怀疑, 是小宝让假薛定妃证明张哲就是杜军先生, 她暂时打下了冯明宇的怀疑,看完小宝的信, 以后,剑叔担心小张会因此猜到谢威与叛军的关系, 并且谢威杀张哲灭口,剑叔担心没错虽然贾薛定妃矢口否认她认识谢威, 但张哲依然断定贾薛定妃就是谢威派来的, 谢威来到通州兵营站在为烟幕考虑的角度, 顺利说服了燕宁让她带兵立刻搜索, 军营附近是否没有火药,张哲和江雪宁坐在马车上, 发现冯明宇在故意兜圈子好像并不急于前往通州, 怀疑冯明宇有更大的阴谋, 在休息的时候她在另一辆马车上, 果然发现了一些消失而冯明宇的真正目的, 就是等薛远追过来为王爷铲出这个祸患, 为了确保江雪宁的安全, 张哲本想设法让江雪宁离开可让她没有想到的是, 冯明宇突然提出要兵分两路, 并故意将她和江雪宁分开, 为了不让冯明宇怀疑张哲只好答应了她的提议, 黄泉和三娘与江雪宁同行一路上不停地打探, 江雪宁和谢威到底什么关系, 为了打消他们的怀疑, 江雪宁就告诉他们, 她和张哲是表兄妹, 他们两情相悦, 家里却不同意, 他们只好私奔江雪宁的这番话, 正好印证了三娘的猜测, 因此就对江雪宁的话深信不疑, 到了通州以后两路人马汇聚在一起, 江雪宁见到张哲就把她这个谎言对她说了, 张哲听到江雪宁竟如此说, 惊讶地当场大声说她胡闹江雪宁看张哲几眼了, 急忙向她解释这只是权疑之计, 将来她一定解释明白绝对不会污了张哲的名声, 张哲却告诉江雪宁, 她一个大男人怕污什么名声, 她是担心这样会污损江雪宁的名声, 两个人正在说话, 江雪宁突然感到肚子疼, 三娘过来给她查验了一下发现她是中了毒, 张哲怀疑江雪宁身上的毒是逢明语下的, 正要和她理论小宝却主动提出, 要带江雪宁去看医生, 在去医馆的路上小宝将同行的叛党杀死, 然后给江雪宁解了毒江雪宁这才知道, 小宝是奉了谢威之命救她, 小宝把江雪宁送到一个客栈, 让她不要乱跑晚一些时候谢威会派人来接她, 小宝离开以后江雪宁越想越不对劲, 她担心张哲也被谢威算计在内, 为了救张哲就决定去找燕家军, 小宝回来以后向三娘等人谎称, 江雪宁要在医馆里治疗几天, 听到贾薛定妃也夸小宝做得挺好, 张哲猜到江雪宁不会有事这才跟着冯明语, 来到一个寺庙之中, 在寺庙里冯明语让张哲参观了, 平南王在那里训练的士兵等参观完毕以后, 他突然翻脸让张哲为他解惑, 他们离京城那么远定国公却如影随形, 依然能够找到他们, 这说明他们中间出了内鬼, 并说这个内鬼就是张哲张哲在贾薛定妃的帮助下, 反要冯明语就是内鬼, 等三娘和黄前与冯明语打起来时, 贾薛定妃急忙拉着张哲逃走, 谢威怀疑冯明语把火药就埋在寺庙附近, 就让剑书假装叛党, 把随后赶过来的薛远的人引了过来, 张哲看到薛叶被叛党引到寺庙附近, 让他不要中了敌人的诱敌之计, 可薛叶立功心切, 根本不听他的, 结果就中了冯明语的埋伏, 张哲看到薛叶要给薛远发信号, 提醒他不要中了叛党的阴谋可薛叶为了活命, 依然把信号发了出去, 薛远看到信号带着新五位的人杀了过来, 冯明语冷笑着吹了一下笛子, 山上随后就响起了爆炸声将他们的退路封死, 眼看着薛家父子和张哲等人就要丧命于此, 江雪宁和燕宁带着燕家军突然赶了过来, 冯明语发现燕家军也来了突然放声大笑起来, 三娘和皇前听到冯明语说要和他们同归于尽, 让所有的人埋葬于此二人为了自救, 就抢了冯明语的笛子, 看到看到冯明语和三娘皇前打了起来, 张哲让薛远父子去打冯明语可父子俩为了逃命, 根本不管张哲的提醒江雪宁见张哲受伤了, 急忙过来查看她的伤势, 燕宁带人上山去对付冯明语, 等薛远带人赶过来时皇前已经被冯明语杀死, 三娘为了替皇前报仇拖着冯明语滚落山崖, 看到冯明语躺在地上不动了, 张哲和江雪宁刚想松一口气, 薛远突然满弓搭箭, 江雪宁发现薛远在向张哲瞄准, 就大声让她不要伤害张哲, 看到薛远依然把箭射了过来, 那支箭贴着二人的耳朵射过去把张哲身后不远处, 正在准备吹笛的冯明语射死, 射死冯明语以后谢威又大声命令手下, 将所有的叛党一律杀光, 江雪宁给张哲上药谢威突然走了进来, 她告诉张哲她已经给朝廷上书, 为张哲请了宫并把定国公临阵脱逃的事, 也一并报告给皇上, 她希望张哲到时候能帮着做个证, 但张哲却明确告诉谢威这一切都是谢威的安排, 甚至连她都是谢威的棋子, 她不知道站在她面前的谢威到底是朝廷的哨师, 还是其他的身份谢威便让江雪宁出去, 她和张哲详谈了一番, 看到江雪宁不愿意离开谢威还警告她说, 如果她不出去, 她不敢保证会发生什么她不愿意看到的事情, 张哲让江雪宁尽管放心, 江雪宁这才很不情愿地走了, 等江雪宁离开以后, 谢威让张哲有什么想知道的尽管发问, 张哲便直言不讳的江小宝和贾薛定飞的事说了出来, 让谢威给她一个解释, 她感觉谢威所说的计划, 从头至尾都是一个骗局, 谢威似乎不想让她活着离开通州, 听了张哲的问话, 谢威却反问她小宝和贾薛定飞是否在保护她, 在乱世之中就要利用一切可利用的资源, 虽然她知道小宝和贾薛定飞的身份, 她只是在利用他们而已, 冯茗玉能够把火药运到通州, 不知道牵扯到多少朝廷官员如果张哲认为, 回京以后将她报告朝廷来自她的罪, 对国家有利的话张哲就尽管这么做, 但对于江雪宁她希望张哲能够权益权益的对她, 否则的话她也不在乎真杀张哲一次, 说完这话以后谢威便离开了, 看到门外薛远正在对燕家军耍威风, 就忍不住对了她几句, 回到自己房间以后谢威告诉随后进来的燕宁, 让她不要和薛远起冲突, 燕宁担心薛远到军营来是为了毁掉军械失气案的证据, 因为那些证据直指新五位, 谢威便让她将那些证据尽快交给张哲, 薛远在燕家军之中听到有人叫薛定飞的名字, 便刻意让人打听了一下那个薛定飞的身份, 得知她是谢威安排在叛军中的暗探, 她还让人查看了一下她耳后的伤疤, 确定她真是自己的儿子, 以后就让手下暂时不要声张, 谢威把假薛定飞叫到自己房间, 质问她为什么没有按自己的吩咐将张哲干掉, 假薛定飞便向她解释说因为她已经证实, 张哲就是杜军山人她担心杀了张哲, 王爷会怀疑她谢威听了便提醒假薛定飞, 当初平南王把她找来只是在利用她冒充薛定飞, 如果她能投靠自己, 只要她愿意就可以一直保留这个身份, 如果不想要这个身份也可以随时离开, 假薛定飞便向谢威保证她愿意一切听谢威安排, 因为对她来说只要能活下去就行, 江雪宁找张哲希望她不要将谢威的事报告给朝廷, 因为谢威是个好人张哲听了江雪宁的话, 也明确表态只要谢威不做危害朝廷的事, 她可以按江雪宁说的去做因为她相信江雪宁, 离开张哲以后江雪宁又去见了谢威, 谢威忍不住训斥她为什么这么在乎张哲, 这次要不是她及时赶到恐怕她要为她陪葬了, 江雪宁去不服气地回答不管谢威出于什么目的, 她都不能让她滥杀无辜, 江雪宁的生日要到了, 谢威便让假薛定飞和小宝去做些准备, 小宝把准备的礼物送给江雪宁因为江雪宁不收, 谢威便让她全部扔掉, 燕宁按照谢威的吩咐把军县案的证据交给了张哲, 从张哲那里回来以后燕宁还忍不住感叹, 朝廷里有谢威和张哲烟幕的园区肯定能够洗清, 可谢威却告诉燕宁她和张哲并非同道之人, 游大人找到周银芝让她释放游方银, 看到周银芝不同意, 她便也要将被周银芝敲诈识告诉薛远相威胁, 因为谢威和江雪宁都不在周银芝只好答应, 听到父亲要把自己出去游方银起初还很高兴, 等回家以后才知道父亲因为欠了外债, 要把她嫁给别人填房因为游方银不同意, 母亲就将她锁了起来, 游方银正在思索脱身之际吕显突然找了过来, 吕显答应就她出去, 但前提条件是让她转让江雪宁的严谨股份, 听到游方银断然拒绝吕显依然给她出了一个主意, 游方银按照吕显的主意, 母亲给她请来了郎中郎中竟然说她是喜脉, 游夫人听了正在气急败坏吕显主动前来求婚, 说游方银肚子里的孩子是她的, 并拿出一大打银票帮游老爷还了账, 看了那一打银票游夫人的脸上才出现笑容, 离开游夫人以后吕显又去见了游方银, 游方银正在纳闷喜脉是怎么回事, 吕显就向她表达了自己心中的爱意, 看到她说的情真意切游方银被感动的还流下了眼泪, 贾薛定妃来找姜雪宁,在她的劝说下姜雪宁才答应去赴生日宴, 她跟着贾薛定妃来到门外却发现门外下雪了, 听到贾薛定妃去邀请谢威, 姜雪宁知道谢威未寒, 便让她不要打搅谢威, 贾薛定妃准备的宴席是火锅张哲也过来吃火锅, 她给姜雪宁准备的生日礼物是, 给姜雪宁画的一幅肖像并在上面配了一首诗, 姜雪宁看着张哲, 心中也在反思她到底是不是真喜欢她, 她还忍不住感叹有些事就算重来一次也未必能够改变, 可张哲却认为只要经过努力肯定就能改变, 假薛定妃本来想把张哲灌醉, 结果却把自己喝趴下了, 听到他们在说说笑笑, 谢威心里很不舒服, 为了眼不见心不烦, 就让贱叔把门关上, 听到薛定妃要回京再送姜雪宁回房间的路上, 张哲就提醒姜雪宁, 此人来路不明等回京以后, 说不定会生出什么风波可江雪宁却认为, 薛定妃既然是谢威所选之人应该也不会差到哪里, 在两人同行的时候江雪宁又想到了上一世, 她为了让张哲就周吟之结果害得张哲身陷牢狱, 连刑部都没有给她定罪张哲却给自己定了罪, 想到这里她感到十分抱歉还摘了一朵梅花, 给张哲带在了耳边, 薛远这几日一直在观察假薛定妃, 看着假薛定妃她还想起了当年的事情, 平南王用宝剑指着薛定妃威胁薛远放下兵器, 薛远却明确告诉平南王她的儿子能为国捐躯, 那是他们薛家的骄傲说着不等平南王动手, 就拿剑射向了薛定妃, 当薛远想这件事的时候谢威也在想这件事, 她永远也忘不了父亲当时那决绝的表情, 在回京之前谢威写信给皇上, 将找到薛定妃的事说了, 并说在平定冯明雨的叛乱中薛定妃还立了大功, 看了谢威的信皇上非常高兴可太后却提醒她, 即便是薛定妃还活着她现在已经是成人了, 让皇上一定要多加提防, 谢威回来以后带着假薛定妃面见皇上, 可顾大人却提出质疑假薛定妃便按照谢威所讲, 说了小时候她和皇上在一起的事, 她刚把皇上说通顾大人又向皇上提议, 既然薛定妃是薛远的儿子, 是真是假薛远肯定知道, 听了顾大人的建议皇上便把目光投向薛远, 薛远看着假薛定妃耳朵后面的疤痕, 心情十分复杂, 不知道自己该不该认这个儿子。 好了, 今天小谷为大家分享的电影解说暂搞一个段落, 如果大家对小谷的视频有什么看法, 都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及讨论, 下一期会有更精彩的内容等待着大家,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。